出门之前给箱子都做一下消毒防护 我做外卖行业前前后后差不多有五六年的时间了 就断断续续的吧 大概从13、14年就开始接触外卖行业了 像我们现在这个行情 你要想多挣钱的话 就是必须多耗一点时间 时间得长一点 232 现在至少得干十多个小时以上 每天才有一个三五百块钱的收入 3147 3152 有吗?好,谢谢啊 像以前军场车没电了或者是路上抛锚了真的没有办法 较天天不灵较地地不硬 有些时候只能自己推着 或者是骑一个共享单车去给人家送 有时候也是给人送晚了送超时了 第二天有可能还要被关小黑屋 产生一个投诉、差评什么的都有可能 您好,96号好了吗? 还没有好 好了吗?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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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送下来 好好好,快点快点,不好意思啊,着急啊 96,96兄弟 96 这全是 要能说什么,你还换个菜给他 正讲了这个 所以呢,就是说我自己经历了这么多 我现在就想着能通过自己的一点努力吧 能够让其他的一些兄弟少走一些这样的弯路 或者是不让他们再经历我这样的悲剧 就搞到这个骑手之下的这个救援 当然了,这个救援我希望就是有更多的兄弟来参与进来 大家相互帮助,让这个行业变得更好吧 你要耍下去吗? 没有,我送你这个药 你拍一下 妇女士是吧? 对 6677 6677是吧? 对 有一个验证吗? 你给我看一下 8054 好的 拜拜 2878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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哎,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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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 还有一个 就这两袋子是吗?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就这两袋子是吗? 这个 慢点啊 好 好 喂 同学你好 外面 不是有一个药品 我给你放到这个门口台阶上啊 好,一会儿你拿一下啊 拜拜 好好好